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亚晴看世界 大家瞩目的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突然之间中共的前总理李克强 他突然的心脏病发过世 68岁 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这个很多的讨论是在于 第一个时机很奇怪 第二个原因很奇怪 第三个大家就说 这主要就是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 在过去有意见不同 意见不同之外 一个来讲郑国籍的卸任的领袖 应该有相关仔细的这么一个陪同 怎么会很奇怪的 跑到了上海 然后就这样子心脏病发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部分 当然这里还牵动到的 我们还要讲到尾巴 或者是尾哈之间的问题 最新的状况就要来看到 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密切 而伊朗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当然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反攻 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反攻 为什么变成是地道战 为什么美国要派特别的专家 来做一个都军的动作 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今天还包括了 就是富士康在中国被查账的部分 以及在选举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蓝白河现在是破局了 但破局之后我们特别要看到的 就是民众党是不是要找一个 过去在中国当了一个官员 或者是所谓高干的人 进来当不分区立委 好我们在今天现场当中 要跟大家请到的 就是政大中东中亚硕士学成的 助理教授顾鹏顾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知道顾鹏教授 也算是我们台湾女婿 是 这是我的荣幸 这是您太太人 我们来看看今天您的观点 还有我们来看到的 就是台大政治系教授 左振东左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就是政大外交系的教授 也是我们教育部 助梢帝阿拉伯的文化参事 也就是我们看到 李登科李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 我们看到了这整个的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情势之前 再来看到一个震撼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李克强 他突然之间 因为心肌梗塞猝死 可是他的死因 却是疑云重重 那我们先看到这里 这个处事的地点 因为他本来都是在北京的 但他现在说是在上海休息 他就用上海休息来说 那当然呢 中国的央视新闻呢 已经在礼拜五 早上八点钟证实了 中共第十七届 第十八届 第十九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也是前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 他在26号 因为心脏病突发 然后在27号的时候 凌晨零时时分呢 在上海病逝 可是这个呢 他最后一次的露面呢 是在八月三十号的时候 在甘肃的莫高窟 大家就说 他看起来状况还不错啊 而且呢 笑嘻嘻的 大家都说 总理好 总理好 那我们今天的报道 就首先来看到 因为对于这个死因 包括了在中国方面 或者国际媒体 都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好像过去来说 没有听到什么心脏病的部分 然后呢 在这里也包括了 我们就说到 他应该有很好的 人家去照顾他 怎么会这样子抢救不及啊 那所以呢 在海外就有一个邓玉文啊 邓玉文的版本就是说 他是在10月26号的时候 他在上海游泳 然后心肌梗塞 然后呢 急救上了叶克膜 转送到上海的曙光医院 然后急救不了 急救不了 到最后就宣告不治 那我想问一下 左老师 其实在这里 大家关切的 他的这么一个过世的消息 应该不至于影响到 整个中国的政局 可是是一个观感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对死因存疑 而且他跟习近平 一直以来就是 完全的经济方面的理念 是不一样 对不对 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去年 在动态清零这个政策上 李克强跟习近平 是很明显的 是不同调的 那么当然之前 他也讲过说 中国大陆有6亿人 他的这个月金收入 没有超过1000元 那这件事情 当然也引起 当时大陆的这个震撼 所以他们基本上 李克强的一个路线 他是这个叫做放管服务 就是主张这个放权 让这个民众 或者市营企业 能够尽量的去展现 他的活力 这个跟习近平 强调所谓国家主导 这个是他们的经济路线上 在这方面很大不同 那现在这样子一个 过世的消息传出之后 你怎么评论这个事件 你觉得会影响到 接下来的拜登习近平会面 或者是中国内部影响比较大 就是说当时在这个 六四天安门的时候 不就是也出现类似的情形 高层领导人过世 引发的一些纷争呢 不只是说是六四 包括像这个周恩来去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是他 那个时候引发的 所谓四五运动 当时有一句 非常有名的话叫做 十里长杰宋总理 就是大家在 在瞻仰这个周恩来 这个灵鹫 路过的时候 有上百万的民众在北京 那这个当然就 也是大家抒发 对当时毛泽东的不满 好 那么会不会李克强这次的去世 会引起同样的效应呢 我看起来目前是没有这个迹象 为什么呢 第一个 当时周恩来去世 或胡耀邦去世的时候 马上成为一个新闻 就是大的新闻 其实当时 尤其像周恩来的情况 毛泽东是率领当时的中共中央 有大规模的纪念他 那这一次你看李克强去世 到现在为止 各大新闻 各大媒体 他的报道都是根据新华社的通稿 是 非常简短的一句话 对 也没有其他的报道 那就是说明第一个 就是目前大陆 这个中共中央 他的一个态度 就是希望这个事情就低调 低调 就不要去扩散 不要去扩大它的效应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所谓各方如果对李克强 有一些怀念 然后有一些追悼 大概也不太可能 大规模的去举行 这是我觉得 目前看到的一个情况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习近平还是牢牢的控制了 现在的这个 党政军各方面的权力 所以他也不会让这件事情 有一些所谓的后座力 你觉得对台湾的话 两岸之间的关系会有影响吗 因为过去来讲 李克强当然了 他已经是裸退了 那裸退了以后 其实这个在他过世之前 就已经发生的一个状况 就是李克强过去来讲 他是讲两岸要和平 要和平 但是他裸退之后 是李强上来 然后李强跟习近平 李强等于就是 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权 所以整个的权力 就在习近平的身上 所以习近平等于是一言堂了 习近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当然这一次 我们看到李克强过世 就是会激起大家说 李克强好像不错 我们觉得他经济改革很好 但是应该不至于影响到 两岸之间的关系 更加的危险吗 包括对美国的关系 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或者是跟两岸关系 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你觉得不会 因为你看李克强在任的时候 虽然他经济路线跟习近平是不一样 可是在对台 甚至对美上 他是谨言慎行 他完全是造稿度 这就是说明 其实他在这个领域上 他没有发挥 他没有所谓的影响力 那当然 所以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在两岸关系上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有直接的影响 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如果大陆内部 他的这个中共内部 看不到的一个派系角力 会发生变化的话 那当然对于习近平决策 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 可是我觉得目前也还看不到 因为毕竟团派 在上一次的这个20大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大家都认为 团派已经出局了 对 所以他的趋势也不会影响到 整个大陆 目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派系之间的角力 现在的派系角力是 之江新军 福建的或上海的 这几个习近平 经过的不同历练的过程里头 他带出来的人 他们之间的角力 就是等于是 当权派里面的人的角力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问题 刚刚您讲到了 这个所谓派系的问题 其实你大家印象深刻吧 在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呢 不是在进行这个20次的 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团派的大佬 也就是胡锦涛被嫁出去 那当然在整个的 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当中 团派几乎就是团面 因为总理李克强 他就是裸退嘛 他要裸退 然后呢 胡锦涛被嫁出去 因为另外一个就胡春华 也是团派的胡春华 就没有被列入到 政治局的名单当中 正在当时的状况 然后呢 当然大家都会讨论 你看胡锦涛走的时候 就这样拍下李克强的肩膀 现在很多人就拿这个 来做文章 好像就是说你好自为之 或者有很多的揣述 为什么要这样讲 我觉得这个是 是不是他们的物质错误 为什么这样讲 刚刚纪念上也有看到的 就是怎么会有媒体 在前一天晚上 就在 因为大家知道 它是27号 礼拜五的凌晨过世的嘛 可是为什么 在前一天礼拜四的晚上 尤其是在七点多的时候 就知道 七点多八点 你看这个新京报 就已经发出来了 然后这个凤凰网 是在七点零七分就发出来 这是物质吧 然后又解说 10月27号 零时 十分逝世 李老师怎么看 这个是物质吧 要不然他们怎么会 事前知道 要怎么发布 什么时候死亡 这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物质 第二个可能呢 可能他 就是预证 你知道说没救了 比如说 他的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没救了 然后我跟你讲说 我昨天晚上就跟你们讲 他没救了 大家都知道在抢救 没救了 然后我就告诉你 你们新闻就发 什么时候死亡 这很奇怪吧 这么多网媒 有些也是抢时间嘛 就大陆的 没错 大陆是议员堂嘛 在议员堂当中 也有抢时间 如果说那个主治大夫 透过什么管道 跟那个记者说 这个前总理的没救了 那可能就说 那没救了 赶快就发了 那为什么要宣布 第二天的凌晨 零点的十分过世呢 这是看日子吗 为什么要 为什么我要讲 他是零点的十分过世 而不是九分 而不是二十分呢 这很奇怪啊 那还有一个可能说 其实就已经过世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那已经过世了 我们给他个时间 对对对 卓老师为什么要给这个时间 还是说 是不是他们更新 没更新到 可是很奇怪啊 好几个媒体都是这样子 我下午的时候 去找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 他下掉了 对 有可能已经下掉了 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错误 其实也很难去分析 因为也有可能 就是说 医生推估他是那个时候 那他们抢先一步 得到的这个消息 所以就是说 那这到底是如何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了解 因为这会牵涉到 报社他如何去掌握 这些讯息 但是我认为 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说 大概现在这个事实的过程 大家很清楚 但也没有人去争议 就是说 是二十 就是 是礼拜四的时候 早上就已经出状况了 然后就送到医院去 然后上海各地的 上海各个医院的专家 也都找来协助 那最后就是没有办法 所以大概这个目前 推出来这个事实 就是刚才讲到 邓宇文讲的这个事实 大概没有人去争议他 所以他到底是几点去世 如果看那个新京报的时间 也已经是晚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 有可能是医院 我只能猜测 因为我们都只是猜测 猜测是医院 医院方面说 大概可能就是差不多 能够再撑的话 是撑到多久 你知道为什么 大家会有这个疑虑 因为我们在之前知道 如果我们知道 就是在整个中国方面 在清洗 所谓的火箭军的贪腐问题 所以才刚刚确定的 就是李尚福 他被完全的隔职 对不对 刚确定 那怎么刚好李克强 就出这个事 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在调查的时候 是针对2017年 对不对 以后的嘛 那2017年以后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李克强 在当总理的时候啊 而过去的例子 你看火箭军出事的 这个刘光斌啊 他副司令员嘛 传出来被抓 4月被抓 张震忠呢 也是4月传出被抓 然后李玉超呢 他是6月被带走调查 吴国华更奇怪 他是火箭军的副司令员 他是7月死亡 但他7月死亡的时候 他其实按照 他的长官的说法是说 他想不开 可是最后的官方说法 都说是脑溢血 所以现在大家就说 这个很多人就觉得 心脏并发不太可能 因为心脏并发 如果你这么重要的 国籍的领袖 他都有健康检查 他知道你心脏有问题 会比较take care嘛 怎么会就这样 心脏并发了 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的确就是说 有些人 有一些专 有一些医生的看法 是认为说 像心脏病这个情况 在上海 应该是很容易去处理的 它不是小地方 不应该会 是没有办法处理 更何况当然 他是退休的 国籍的领导人 政国籍领导人 所以应该是 有一些医疗小组 这些都是大家质疑 但是具体的情况 其实没有任何人有证据 这也是因为 中共他的资讯 非常不透明 所以给大家很多的 揣测的这种空间 这样刚才 为什么会提早发布 我想也是 说不定也是有人希望说 不要让外界觉得 说好像中间 有什么蹊跷 因为像刚才讲到 其他火箭军的一些人的死亡 都是隔了一段时间 都隔了一段时间才发布 像李鹏那时候去世 也是隔了一两天才发布 所以他们可能是说 为了避免大家有这样子的怀疑 还早一点 但是毕竟整个情况 让大家觉得很疑惑 那不过我要补充一点 你说 李克强的这个 他跟这些火箭军的采购 有没有关系 绝对没有关系 因为他碰不到 因为基本上 这个武器的采购 是所谓的中央军委 不管是党的军委 或者国家的军委 那个李克强是没有办法预文的 那像总装备部 就是装备发展部 他是在中央军委底下的 这个国防部 是李克强底下的 他反而没有办法去影响到 这些采购 或军事的调度 所以他跟这个应该没有直接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稍后还有另外的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现在来讲的 大家关心的 就是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 这个状况 现在最新的情形 今天已经到了第二十二天 第二十二天呢 整个的这个大的picture是什么 现在呢 些微状况 美国方面就是说 希望能够稍微hold住一下 不要这么快的攻击 但是呢 最新的说法呢 就是拜登已经讲到 他说 就希利亚跟这个 伊拉克的美军 跟盟军 这个月可以说呢 遭到了攻击 至少是16次 而且都说 是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 那讲到了伊朗的这个部分 那伊朗的角色 就变得非常重要 那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 当然在黎巴嫩南部这里 是有一些攻击的动作 但是我们知道呢 以色列本身 他现在要用的是什么 就是用他们这个坦克车 要进行进攻的 这么一个状况 而这个坦克车 进攻的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讲到的 梅卡瓦战争 梅卡瓦的这个战车 他就是非常的厉害 就过去来讲是很棒的 可以直接进去 然后我里面呢 跟过去的这个战车不一样 我给载满了这个士兵 然后进去以后 我再出来 可是现在不一样啊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四轴无人机 四轴无人机 他一打下去之后 你上面就算有这个铁网 把它隔住 也是没有办法 那所以你打不过 这个无人机的状况之下 就看到了 以色列可能就是 进去以后 然后赶快出来 那可是这个问题是 在于说那你伊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介入 我想问一下教授在这里 我们都来讲伊朗 那你觉得就你对伊朗的了解 你觉得伊朗真的会去 manipulate那些其他的 比如说黎巴嫩 叶门 什么去做这种攻击动作 他会把自己放进这个战争当中吗 不好意思 因为分析这件事情需要资料 说实在我没有看到 在整个舞台上面 不管哪一个国家 有足够的资料 所以我们不知道幕后 到底哈马斯做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大部分的人说 这个不是突然发生的 就是大概七十几年的 压迫的累积 然后慢慢的形成一种感觉 现在大概四代的那个巴勒斯坦人 住在这个北亚坡的那个状况之下 然后已经十几年的 那个加沙的那个人 他们都是非常那个被拨 都最基本的那个人权的那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知道幕后到底是什么 你不认为伊朗会去同情或者是 伊朗一定同情 一定同情 可是问题是伊朗本来不知道 你觉得他不知道 对 甚至哈马斯的那个政治局的剧长 在国外的剧长 那个哈利的Mashal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你知道在伊斯莱很厉害 在情报方面非常厉害 一旦你有那个出来在舞台上面 人家知道你是哈马斯的人 他一定想办法进入你的家人 不管是那个什么 把一些那个蜻蜓的东西 或者那个可以听你们的家里的 或者那个听你的那个手机 或者怎么 一定会跟着你 所以基本上 哈马斯的那个武装之一 就是他们基本上在那个地下 人家不知道他们 他们彼此也不一定有有机的关系 所以这个造成 他们已经变成了好像一个自由分子 他们自己当上决定 后面会报告 可是不一定会跟哈马斯报告 哈马斯的那个政治局不知道 更 伊朗政府更不会知道 你知道现在已经变成了 我们在中东 非常那个阴谋论 非常流行 很红 然后我们觉得 人家做的事一定幕后 一定有另外一个目标 然后很多东西 就是你讲出来 就是别人听 然后就是去报告 所以你不认为那个 你觉得可能是rumors 你觉得可能只是一个怀疑 对不对 哪一个部分 你是有关于说 伊朗可能之前知道 或者是说 按照华尔街日报说的 有去训练他们 有资助他们 资助一定有 训练一定有 可是今天他们有这个规模 要攻击 不知道 不需要知道 我比方说 你的孩子去念书 然后去在学校考试 你不能控制 也不需要控制 你已经教他怎么念书 我当然在攻击的过程当中 军事方面的运动方面 所发生的事 我不知道是什么 了解 如果他们违反人权的话 当然我也自责 没有人可以支持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穆斯林的原则也是这样的 不能超过风险 任何状况之下 你不能杀无辜的人或是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了解 可是你要知道 在那么多年 以色列人恨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更恨以色列人 这个恶性循环一直存在 然后这个暴力的现象 一直会发生 它不会停下来 你说不会停下来 真的很遗憾听到这个 不会停下来 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看 那这样子美国派了一个格林 到现场去 为什么 他要把这里变成是 当年的伊拉克轰炸战 还是当年的越南呢 那这样子打下去会怎么办 进广告马上回来 Today's topic is Taiwan President to offer peace to China Taiwan President Tsai delivered the National Day speech on October 10th She proposed to China that peace is the only option Since the speech came three days after the Israel-Palestine conflict the peace offer is considered as Taiwan's latest stance on cross-fray issues amid the Israel-Palestine turmoil Here are some points A. President Tsai reiterated that peace is the only option across the strait and maintaining the status code is the critical key to ensuring peace B. President Tsai also offered peaceful coexistence to Beijing She said Taiwan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Beijing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peaceful coexistence However, n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can unilaterally change the status code C. President Tsai also talked about the first indigenous submarine of Taiwan the Narwhal and she said that Taiwan has strived for it fo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and we made it We can see from the photo it is a launching ceremony of Taiwan's indigenous defense submarine IDS Narwhal at Kaohsiung on September 28th It is a critical moment for Taiwan to achieve defense autonomy D. It is President Tsai's last National Day speech before she leaves office on May 20th, 2024 欢迎回到现场 那现在问题是 我们看到几乎 就是有点大敌当前的味道 几乎要真的 怎么样开打的状况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但是你要打要怎么打 我现在说 美国方面派了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 就是我们讲到的 美国陆战队的中将 也是城镇战的专家格林 格林他要利用 他在伊拉克的时候 就非常有名的 法鲁甲的经验 什么叫法鲁甲的经验 法鲁甲当地 大概是有30万人的民众 他的这个做法 就是说 一开始先把所有的平民 所有的平民都疏散 但是他疏散 大概90%左右 然后他认为疏散了90% 他就开始大轰炸 可是你知道这个轰炸 是接下来轰炸了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你不见得能够 完全炸掉这个恐怖分子 他第一个疏散平民 然后再来要连续轰炸数周 然后战车摧毁公事 再来逐户的清除鬼雷 然后呢 战车在冲撞房屋 为什么 因为他撤出平民以后 可是他们后来发现了 一个状况就是 我后来发现虽然说 我把人都撤走了 我轰炸了 但我进到房子里面 他有鬼雷 他有所谓的埋伏一些炸弹 所以我只好用车子 把房子都推倒 所以最后整个的城镇 是毁掉 那我今天讲说 如果加萨走廊 要这样做的话 你老百姓如果 巴勒斯坦人不肯撤离的话 你最后怎么打 这个打下去会很恐怖 贫民会死伤 对不对 教授怎么看 没错 法鲁加基本上是城市站 而且居民很配合 基本上都都撤出去了 还有他没有挖地下道 也就是说底下没有通道 主要是城市而已 他没有地下通道 所以他都不一样 对 然后加萨走廊 没错 撤出一大部分的居民 但是什么 还有不少人他不走 他们说要跟游戏队共存网 就是跟哈马斯共存网 这个不得了 是不是 所以不少人流传来不走 更重要就是说 他地道整个长度 有人说500公里 有人说800公里 这不得了 所以真的讲地道站的话 越贡是专家 据说越贡 当年越贡 在胡志明已经讲西贡 底下挖了不晓得多少公里的地道 美军一直没办法处理地道问题 为什么 他躲到那边被越贡 他起来一无一幻 他就是越南人 你是不是搞不清楚 同样像哈马斯是一样 哈马斯的战士或是游戏队 他们如果说一无一幻 跟一般人一样 你不能说你就是恐怖分子 还有就是 刚才讲的 那个地道 命马马 他们已经准备多少年了 他不是今年 不是去年才准备的 所以你在西亚地阿拉伯的时候 你觉得 以你过去在西亚地阿拉伯的经验 你觉得目前这个状况 你会预期 如果真的是 所谓的 尼坦雅湖一直讲的 他会有地面部队进去的话 那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是两个情况 比如说 内坦雅湖 不惜一切成本 不惜一切牺牲 就是一定要把哈马斯干掉 如果说他能够把哈马斯解决 那个成本就很高 如果说以色列不幸 几百个官兵死亡 他在国内很难交代 是不是 官兵的事情 你看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问题那么多 如果说 没有把哈马斯 消灭掉 因为遇到坚强抵抗 内坦雅湖看了情况不对 赶快撤出来 他也不行 所以现在的人质的部分 我们知道在礼拜五的时候 最新的说法 就是说哈马斯说 我有的人质 现在大概是有两百多人 然后他说 你这个礼拜五的大轰炸 你轰炸以后 我有五十个人质死亡了 所以大家搞不太清楚 到底他们讲的是真的 还是假的 可是你这样一讲到人质 而且有些地方是难民营 我们看到了有一个 加萨走廊的一个记者 对不对 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记者 他的家人几乎都被炸死 他说我的家人是被 以色列军队说 你可以到这个难民营去 可是我去了还是被炸死 那卓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部分 他会变成美国的第二个越战吗 越战当时就拖非常久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确定 美国绝对不会派地面部队到以色列去 现在美国已经增派了九百名官兵 但主要是到叙利亚 主要是提防伊朗以及他的支持的这些所谓游击队 在其他国家游击队去攻击美军的基地 他没有派到以色列来 所以他现在只是提供顾问 那这个就有点像美国当初在两千年之后 去援助菲律宾 打他这个南部的游击队那个概念是类似的 他只派顾问 他不派部队 可是以前以色列 我不知道以前在越南的时候 美国也是派了美军顾问去吗 最初是顾问 最后也是撤掉 美国在越南一开始也是派顾问 但后来就投入了大量的地面部队 但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也不需要美国去投入部队 那美国也不会愿意投入部队 那现在反而他真正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打入了这个地道以后 那你要怎么样继续的占领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你如果不占领 他这个哈马斯的人可能又回来了 他就会回来去控制 就是回到原来这个地道里头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跟越南情况就很像 就是说你打败了哈马斯以后 你如何统治加萨走廊 因为你在当地你无法分辨 这些巴勒斯坦人 究竟是哈马斯还是不是哈马斯 而且哈马斯他除了有军队之外 他也有这个政府的功能 所以这些政府的功能 你要如何去接管 这个就是美国可以提供为以色列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知识 或者说一个经验 因为他在越南碰到过 在阿富汗碰到过第二次 所以到底未来以色列进了这个 这个加萨 他如果是要所谓的政权改变 那他要如何去统治 你刚讲的就是一个point 因为现在呢 当然国际之间的专家都在分析说 这个要打这个仗又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你先把它摧毁 第二个步骤你可能做一些什么 把它的这个战区切成小块的 然后第三个步骤你如果真的是已经处理到 你进到了加萨走廊 是ok以后你就要扶植一个 你可以接受的政权 那请问怎么扶植这个政权 你可以看到观众朋友知道 这个是法塔 法塔就是我们知道 阿巴斯所在的 他比较温和的 所谓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那这个是哈马斯所在的加萨走廊 你把哈马斯的拿掉 他本身就有一个卡萨母旅 你不要以为法塔这里 没有哈马斯的成员呢 我们就讲已经有 他们也开始了逮捕 而且这里还有以色列屯肯区 所以这是下一个争执的地方 他这里也有个阿克萨列士旅 你知道这个法塔的北部 有一个捷宁市 捷宁市这里 他们也是有叫捷宁旅 所以这个事情是没完没了的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您怎么看这里 我们今天讨论到 这个伊朗的这个部分 我可以用那个 地图跟你分享吗 你说 好 我们进广告之后 我想听一下您的看法 而且我知道 伊朗现在也有提出一个 黑旗运动 但伊朗自己内部 也有分离主义者 伊朗本身是什叶教的 可是它里面也有逊尼派的 这下问题很严重 对不对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 伊朗的角色怎么看之外 最重要顾鹏老师在现场 他告诉我们 刚刚进广告的时候 他说你确定这一次的攻击 都是哈马斯做的吗 我说那不然呢 那到底怎么样 来 顾老师 你告诉我们怎么回事 OK 如果你看历史的话 本来三十年以前 本来今天的哈马斯就是法 后来Yasser Arafat 还有其他的法 慢慢觉得OK 老百姓累了 我们好像没有办法 就是阿拉法特那个时候 想要和谈的时候 他说OK 我们可以接受两国论的 然后他们在几个场合 跟伊色列建立和平会约 两国论的 阿拉伯国家跟伊色列这个国家 可是伊色列都一直有刷来的 他说话不算话 可是呢 阿拉法特那个时候 或者法特那个时候 已经犯了两件事情 其他的比较极端的穆斯林 说Oh no 你已经超过红线 第一个承认伊色列 第二个就是 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有选举的 那个哈马斯成立的时候 他非常反对选举 说我们不参加这个选举 也不承认这样子的政府 可是呢 在2007年 他们也参加选举 之后 其他的 其他组织 这个特别在 那个加沙这边 有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不到的小小的 大大的 那个 极端分子 不只是哈马斯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说 哦哈马斯 你已经不是那个可靠的一个 可以带领我们的 所以他们也开始已经看不起哈马斯的 他们说你一旦接受民主国家 选举进入这个法的游戏规则的话 已经我们不能接受你 所以在加沙里面那些不是哈马斯吗 还是不只是哈马斯 哈马斯有非常多的组织 对不对 哈马斯就是一个组织 还有一个武装之一 这个叫做卡萨姆里 卡萨姆里 是 卡萨姆里是就是哈马斯的一个吗 卡萨姆里是哈马斯的 对 但除了哈马斯之外 还有别的 还有其他更激进的团体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概括的 就是说你要消灭哈马斯 消灭的只是哈马斯 可能还有其他更激进的 没错 没错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 阿斯丁克萨姆的武装团体 他们有很多的分子 对 然后基本上 现在我感觉 他们彼此的关系已经断掉了 他们说独立的做运动 所以一旦那个门打开了 第一个哈马斯的武装之一 已经出来了 可是门开了 你可以跟别人 在手里有武器 说不要进来吗 所以我自己本身感觉 哈马斯不会 他的行动那么大 规模那么大 他就要证明以色列 他已经脆弱了 我们老师以前在台大 告诉我们 那个以色列的军队 算是全世界最强之一的 可是我觉得 他们年轻人 不管哪一个国家 慢慢的那个软掉了 所以难怪这次就会被入侵 变成了娘娘腔了 以色列不是例外的 你会讲娘娘腔 你知道这个系统吗 当然知道 以色列不是例外的 所以我要那个警告以色列 你已经退步了 你不能一起耍来 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 时间已经到了 以色列要那个接受两国论的 反正他已经把主要的 以色列的土地已经占领了 对 剩下的要给那个 那个架杀的人 还有不只是架杀 这边那个 里面有独肯区 对这些都有 老百姓也不是非常快乐 你觉得以色列的独肯区 应该要撤出法塔这个地方吗 撤出约旦河西岸吗 如果没有和平的撤出的话 我觉得他们早晚会有遇到问题 为什么犹太人离开其他国家 世界的其他国家到这边来 为了安全 对 可是我告诉你 他们下一个小鸟 在一个轮子里面 有一只狗 就是美国 保护这个轮子 这边是一大堆猫咪 就是阿拉伯国家 狗不小心走了 这个小鸟 早晚被那个猫咪尾尔吃掉 你 我告诉你 以色列他以为核子武器会帮忙他 帮不上 因为一旦有人觉得我死亡 跟我或者没有差别 那个时候他也不会怕任何武器的 会灭 那个大规模会灭武器也无所谓 我的意思是 你放开他们就跟 建立自己的国家 如果他们是你的国民的话 你要当像一个爸爸一样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孩子的态度的话 要好好地跟他讲 不是一直打他 不是一个家庭暴力 我看起来 以色列的态度 不像一个中央政府 好像他已经 七十多年了 他没有成长 多一个小朋友 一直要打仗打仗 你也是一个 如果是中央政府 承认这个地方是你的国家 你必须对阿拉伯人好 这样的话 他们就 他们也慢慢会 那个轻松掉 可是已经 这个 这个以色列的态度 我觉得 如果我要保护以色列的话 说不出来任何原因 说 对不起 以色列做什么好事 我可以替他讲话 因为我离开家的时候 我跟我自己说 我要一个公平的 很重力的讲话 不是以阿拉伯人 或穆斯林 替他们讲话 如果以色列有优点的话 也替他们讲话 在路上一直想 实际上没有想到 这很多事 OK 然后关于伊朗的部分 伊朗跟很多其他国家 穆斯林国家 他们要 那个 这个 这个战争 不要扣大 然后把它慢慢地弄下来 了解 英文说的是 他们不要降低 他们要降低 这整个的世界 谢谢顾老师 我们进广告回来 我们还要告诉大家 如果说同样的状况 也出现在两岸的话 大家都希望是 就是不要让他升高 可是为什么 中国这次要对 富士康来做 这么大的一个 查账的动作呢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到呢 现在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在中国这个部分 包括了李克强的过世 包括了我们讲到说 他对富士康的动作 所以我们请到财经专家 也就是邱敏宽宽哥 来加入我们 那我们刚刚呢 有讨论到 就是说李克强的 奏势的这个部分 但是有一个财经的动作 值得重视 你知道这个 习近平他过去来讲 几乎都没有去 这个人民银行 应该说中国国家主席 都没去过 都没去过 对 所以在这里呢 彭博就讲了 习近平史无前例的 访问人行 那我们知道人行 他们之前不是也做了一些动作吗 就是 换了老板 探空胜当老大 然后等于是说把它比较有 这个党的味道 进到这里面 那进到这里呢 那他到底为什么去 他说中国为了挽救 表现不佳经济 决定播发一兆人民币的国债 这样子一讲呢 大家就看到说 这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嘛 那这里面还包括了 就是副总理何立峰 到现场来视察 但是我看到这个事件 这个 十年来首次的视察 如果按照你的讲法 过去都没有嘛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李克强的促势 这两个事情 为什么让我觉得 有一点点 让我觉得想连结在一起 就是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跟李克强 在经济方面是不match的 对 大家也知道 习近平 他老觉得 李克强的经济的状况 好像大家社会上 比较欢迎 那为什么刚好 他就觉得说 我去看这个人行 多多少少是经济的因素 对 然后呢 看了人行24号之后 结果27号凌晨 李克强就过世 我总觉得这些 有一点巧合啦 巧合你怎么看 我们现在谈论到 习近平去看人行这件事情 中国的人行过去分成九大区 但中国有31省 其实呢 边长莫及 中国的银行分成三级 他们叫做中央省级银行 然后呢 地方的一个银行 商业银行 城市银行 另外一个叫农村银行 但过去几年 我们也跟各位谈论过 中国目前其实在所谓的 地方的农村银行 是岌岌可危 而现在中央的银行 相对来说 虽然体质比较壮 但中国的房企 现在问题是很大的 所以呢 习近平现在是大权一把抓 所以呢 他就一趟路 特别跑道了 去看人民银行 据传人民银行 以后呢 要改组 从全国的九大组 改成各省 都有一个人行 要加强控管 但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中国的整个长官 他们有长寿的一个特权 为什么有长寿的特权呢 他们的饮食 有特工组在供 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一个整个医疗 有全世界最强的 叫301医院 来做整个所谓的 帮这些长官来做医疗 但没有想到这次呢 李克强 他到整个上海去 人在上海 上海目前的温度 在16度到23度之间 他在游泳 11点多游啊游的 警卫一看 不行啊 怎么突然间 前总理翻白眼了 赶快捞上来 现在已经证实是游泳 他们也确定是游泳 帮他做CPR 做完CPR之后呢 就说赶快去送医院 送了医院之后 上海人生地不熟啊 如果是在北京 没话说 直接送301 一定是有最好的一个 整个医疗 结果呢 他们就说 最近在哪边 最近那间叫 曙光医院 曙光医院也是三甲医院啊 没有错 但是呢 对于整个上海人来说呢 曙光医院相对来说 没那么强 结果一进去 现在李克强走不出来了 他就在星期五的凌晨 动动腰动 直接回天家去了 但现在呢 很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整个习近平 真的是跳到黄河 也洗不清了 我们来谈几件事情 习近平他认为 他上任完之后 最重要的一件功勋 各位是什么呢 他那时候就说过了 全中国现在有6亿人 这6亿人现在都已经 脱贫灾帽 中国那个帽子 就像这一阶级 脱贫灾帽了 这个全中国迈向了 小康的一个阶级 过不到一个多月 李克强跟他说 不对哦 不对哦 全中国现在有6亿人的收入 是低于人民币1000元 所以现在呢 两个人 过去两个人有嫌隙 但我们来谈国际的一个架构 过去有嫌隙 你不能说习近平 就不想他活啊 没有错 所以现在就习近平 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就有点像是当时的 那个瓦格纳集团的人 对不对 他突然在飞机上 炸死了以后 他们觉得普丁也讲不清 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 你 但现在简单的来谈论几件事情 第一个 中国的所谓的大阿哥一把手 过去有修理二把手的一个习惯 不管是在林彪的一个时代 是在周恩来的一个时代 是在华国锋的一个时代 这个过去都有 那李克强前总理这件事情 事情已经造成了 那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这件事情刚开始 从整个星期四的晚上 一直到星期五 一直到今天的星期六 后续会怎么延续不知道 但大家现在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中国的官场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但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习近平现在所有的权力 通通是一把抓的 这一把招当中 现在李强不是总理吗 李强闲闲没事做 什么事情习近平都撑下来自己干 其实在这里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 包括在这个timing当中 我们看到了在礼拜五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们就说 中共的战机有35架次 就开始来到台湾 那卓老师你怎么看 你觉得中国真的不在意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为什么之前大家都觉得 好像还蛮平静的 然后突然之间又来了 是不是因为他也觉得 李克强这次出了什么事情 他也怕会有什么动作呢 我想这个没有 这个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啦 因为他这个从这个趋势来看 2020年开始之后 每一年他那个飞机啊 军舰来的这个数量 就不断的上升 刚好在这一天 那当然他选择这一天 你也可以说 他是要用这个时候来告诉你说 你不要看我里头有一些变化 你就以为可以这个趁人之危 他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味道在 但我认为这个可能跟什么更有关系 跟李尚福下台有更有关系 对 因为李尚福是直接是军事方面嘛 然后现在李尚福下台之后 还没有任命新的国防部长 就表示他上面的这个 这个军队的人士还在盘整当中 所以他这个时候更需要 时不时就告诉你说 这个你不要认为说 因为他的人士在盘整 所以这个外面的人可以趁人之危 了解 其实我想谈一下这个富士康的部分 我常在想如果说 一般来讲这个茶税 大家就认为你是比较恶意的这个动作 那中国也没有办法区隔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甚至啊 我想让宽哥评论一下 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我们都知道说 环球时报先爆出来 然后就是传出来中国方面对环球时报爆出来 非常的不以为然 说你干嘛这样讲出来 那就民进党政府捡到枪 就说我们中国在打压 郭台铭是不是要让他退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接着台湾的上报又说 这不是随便的耶 这不是随便 他有点跳过国台办的阶级 就是中共中央的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陈文青他是国安部出来的 他现在接这个政法委 他等于是两大包靶子 然后就架在那里 直接是等于是习近平的味道 习近平的亲信 直接去处理富士康 如果是这样子不就很严重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以富士康来说的话 这次一定是怒犯天条 为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呢 简单来说 中国有几个特殊的单位 你连碰都不能碰 一个叫做税务总局 另外一个呢 现在呢 他是要你说有你就有 所以这个叫国土滥用 那以富士康来说的话 长久以来 他们跟高级长官中级长官 其实都有联系 所以他们这次生怕所谓的 有人通风报信 所以触迅雷不及言耳 他下了两道的一个命令 其中有两个省 你触及到所谓的税务的一个问题 另外有两个省 你触及到整个所谓的 自然资源的一个问题 我们简单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广东江苏 然后河南湖北 我们简单来跟各位说一下 郑州 那个时候中国在腾农换鸟的时候呢 郭台铭到郑州去 郑州书记坐着直升机上来 未来这边会开一块机场 这块机场就是以后的郑州 免税保税区 然后你点哪块地 哪块地就给你 然后郭台铭那时候 据传点了一块地 十平方公里 这十平方公里 后面不得了 为什么呢 帮中国养活了一百万人 帮中国造就了无数的一个外汇 可是现在呢 中国的整个自然资源部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不对啊 我当初给你的这块地 你有些地你没有完全使用 这是第一个罪名 第二个罪名 有些地呢 你不但没有完全使用也就算了 你还把它卖出牟利 你把土地卖掉了 你把土地卖掉了 你讲这些都有道理 但是你觉得这个timing对吗 这个timing不对啊 很简单的 在河南郑州这么多年了 对不对 现在简单的说 我们从一件事一件事来看 我现在最简单的一个纠结就是 这是从对于整个 郑文燦的一个出手 对于整个高雄的一个 整个立委的一个出手 到整个所谓的 富士康的一个出手 一连串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认为是中国现在在戒选了 那戒选呢 第一个 美国这次以35天的时间 通过了整个郭台铭 副手的一个国籍问题 所以呢 美国戒选 中国也戒选 现在台湾的整个总统选举 大国小力通通都出来 但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是中国现在生气了 他在生气的是什么呢 我心目中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我们要把所有的票都给他 所以郭台铭到底 能不能够继续的选下去 11月2号会不会送件 我们到时候就知道 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是郭台铭在最近一个礼拜 5天的时间 通通都消失 他连夜市都没去逛 对对对 因为他们有说 就是要等到联署结果出来 他才会出来 但是我想 为什么请到您财经专家来讲 就是说我们都会从政治的角度 去分析说 你就是要戒选 但是我很concern的 我在意的是说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是 经济专业的因素 你想想看 有没有真的是 他在税的问题 真的有理由吗 我认为中国说 你有你就有 我最后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总结 很多人都想说 郭台铭多大 郭台铭一家公司 占了全中国进出口总额 一兆4000亿人民币的一个总额 占全中国进出口总额 加起来的一个3.9 不敢动他的 几百万个家庭 但我们反向去思考 对于共产党来说 一切的各行各业 百家百业都是为政治服务 我今天如果连你一个郭台铭 我都压不下去 以后我怎么在整个 美中对抗当中 去跟别人来做对抗 那我问一下 现在他其他的公司 除了鸿海富士康之外 有没有其他公司被查 现在没有 上次2013年是13家公司被查 这次很奇怪 今年就只有一家被查 所以目前整个富士康 简单的说 就在封肩刀口上 好 那我们看到是这么一个状况 我们也谢谢顾鹏老师来这里 我这里有一张照片 这是您跟您太太 是 结婚多少年 忘记了 那这是大问题 这是国家问题 我这段没办法帮您剪掉 但是爱情最重要 对不对 好 我们进广告回来 要来看到选战的部分 这下子真的结不成婚了 侯根科结不成了 很多人就气了 开始在骂谁 好 还有 他怎么会民众党找了一个 过去在中国的 这个所谓当过官员的人 来当部分区的立委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今天是2024选战的特别报道 我真的觉得在这里 大家看到蓝白这样子一个批变之后 两个人拼成那样子 我的脸都僵成那样 还要讲结婚 那不是太夸张了吗 今天我们看看到世修 会有内幕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 就是郭台民进办发言人 黄世修 大家好 我是世修 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怡君 雅清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林金杰 雅清好 大家好 还有呢 就是宽哥 继续来加入我们 那我现在就来讲 这个最新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我们知道 真的是破局了 因为呢 谁叫 谁叫侯友宜 就说10月25号给你最后通牒 结果人家就不跟你玩 真的不跟你玩以后呢 现在就是 侯友宜跟朱立伦就讲说 我跟你讲啦 你如果没有总统合作 什么联合政府啦 什么立委都没有了 你这个就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然后呢 当然在这里 柯文哲呢 又讲来讲去呢 他就说 你这样是一己之私啊 反正大家讲来讲去 几乎就没有办法合 然后我要看到这个部分 甚至有人就说用拔杯 金杰大哥你说拔杯 我觉得可能不能用拔杯 输的那个 像我常拔杯都是 没有办法行杯啊 我就会不想拔杯 我先问世修好了好不好 世修谁叫你 一开始讲这个是 结婚逼婚 到现在 昨天礼拜五 侯友宜就跑去 峡海城皇庙 那个是拜结婚的吗 怎么回事 拜月老 拜月老 他是拜托拜托 这个柯文哲娶我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我要还原一下这个脉络 在前几天的早上 因为那时候我就看到侯友宜 他那时候拿出说民主初选 说选票印好了 这个只有侯柯配跟柯侯配 而且呢 你柯主席要在25号的最后期限 一定要回应我 否则一下就宣告结束 那天早上我受联访的时候 我就评论这件事情 我说这好像恐怖情人 就突然有个男生跑来跟你说 我结婚证书签好字了 那你要决定说 孩子要跟你信还是跟我信 而且你明天晚上一定就要恢复我 谁想跟你谈 要是我我也不嫁 要是我就说你谁啊 没有我是真的 如果有人这样我绝对不嫁 很可怕嘛 那一天早上我就用了这个梗 算是调侃一下 我简单讲一下 然后当天下午两点钟 柯P开记者会 亲自回应这个蓝白谈判这件事情 然后柯P就也讲了一句说 这好像逼婚一样 很奇怪 所以柯P就补了一句 就跟我一起用逼婚这个梗 我没有想到的是 下午五点 朱主席跟侯市长联合开记者会 10月24号那天嘛 我这不是分手日嘛 开记者会 然后就说我没有逼婚 对然后两个大男人 就是在整场记者会 一直在讲生孩子结婚 聘金聘礼请几桌 我还念一次 我这里我们郭伴同仁有整理 因为我们这样都听打那个组织稿 对对 侯市长说我们主席是没人 我跟他是要结婚的当事人 你和我结婚组一个家庭 我哪有逼婚 我没有逼婚啊 到底有没有娶 有没有嫁 我这个要结婚的人 始终如意在等他 你结婚对象到底是不是我 我这些讲聘金聘礼哪有用 还有这样生出来的孩子 联合内阁 这也用 健康的孩子联合内阁 柯主席加油哦 最后还补一句 到底是要娶我还是不娶我 侯市长一个大男人 整场在讲这个 然后朱主席还补刀 绝对是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 当然最后要走上红毯 没有逼婚 所有婚期都讲好了 聘你的大小 婚宴请几桌 新郎新娘就是侯友一颗文哲 现在是婚前症候群 你知道那天傍晚 下午五点开记者会 我们郭伴有提媒体组的同仁 我们就带耳机在那边听直播 笑翻了吧 笑翻了 尤其是女性的同仁 笑翻了 两个大男人整天在那边结婚生孩子 然后后来还不止 两天三天过去了 然后D-Day也到了 因为柯主席其实就回应 就是说我们要跟你谈 我直接跟柯主席谈政党协商了 结果D-Day过了一天 后一出来 他说你怎么绕过我去跟朱主席谈 要不要结婚 是我说了算 他最后一出来强调 然后那一天晚上 我就收到侯伴的公开行程 说星期五的傍晚 侯市长要去侠海城隍庙 拜月老 我那时候看到那公开行程 我就笑了 然后周五的早上 我就发了一篇文 我说我有点后悔 我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前几天早上联访 我用了逼婚这个梗 然后柯主席也跟着我一起用 然后下午记者会 然后朱主席跟侯市长 整场在那边讲结婚生孩子 然后一直演 一直演 演到现在侯市长过了D-Day之后 还要再去拜月老 还要去牵红线 还是在纠缠个柯主席说 你到底要跟我们结婚不结婚 到底要不要娶我 我觉得你演得很好 你刚刚那个如果是那种广播剧 听起来真的不得了 我刚刚都听了 不是我拜托 我现在觉得那个画面感有点烫 可不可以放过大家拜托 我现在有点破坏 那金杰哥让你讲一下吧 现在你都觉得用 拨部的方式 当事人 因为这一件事情谈很久了 包含柯文哲到议会来 到我们议长家去乎出去 我们都有谈到要合作 那从这个五六月就开始要谈合作 到现在已经十月底了 那总之你告诉我一句 现在是不是破局了嘛 你看就破局了 我们没有放弃最后一事一毫 努力的机会啦 标准说法 这个我们希望就是说 如果没有合作 那这一局要赢很困难 民进党他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民意支持度 不存在 那民众党跟我们加起来才会赢 如果十六十四号登记结束 我就事常在讲啊 那这个四个人都登记 包含郭台北都登记 那这一局就结束 换站到立法院 我昨天有提到 是说到现在都还瞧不懂 要进行第二阶段的 所谓的政党的协商 不管是所谓的手机民调 还是这个民主初选 都已经破局了 现在就是党对党的协商 三个人 协商也破局耶 协商的时间也延后了 你知道吗 到十月底嘛 我们就到十月底 十月底就快来不及了 他现在又跟你拖十一月二十耶 对 柯文哲说到十一月二十耶 十一月二十他我跟你讲 他就是给你拗到最后一刻 然后我有我的声量 然后你们国民党就 拗没人还是拗没人 当然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给他的时间是十月底 不可能拖到十一月二十二要登记前一天 我们副总统耶 我们副总统在哪里 没错 不可能啦 但是我为什么会讲就是说 政党协商如果到十月底 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很简单的嘛 如果这个民众党可以接受 要不然就这样子 台湾大部分的人都信仰妈祝 那找十天找五天来拔杯啊 因为我们新北市议会议长蒋根华 在103年11月15号 33对33 拗牵 已经叫做签 抽签啊 议长用抽签啊 你要看你要不要跟你说 你说话也是有道理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最新的民调 美丽岛电子报最新的民调 两个人太接近了啦 对 那个赖清德是领先 你看侯友宜20.8 柯文哲20.2 然后再来是郭董 那如果说是萨卡都的时候 反而是柯文哲在前面 但是只差0.5% 所以没有人会 没有人会让啊 所以说 我再补充一下 我强调我的论述啦 你说 因为我们有小机 全台湾都提好了 如果一旦我们放弃了 我们要当富的 侯友要当富的 我们所有的看板都换掉 其实我们 侯友也不愿意 来不及了 那再来 这一个 柯文哲他也不愿意做负责 到了这个协商 10月31号 2400到了之后 怎么办 那最后一招 不用拔杯 大家定输赢 那人家不跟你拔杯怎么办 最好就没有 我是说用灰鞋的这样子 来形容就是说 大卫不以置取 要用天命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懂 我觉得国民党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国共内战 被毛泽东拖死了 他好像就是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们好像谈判很不行 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今天既然是比较 诙谐的场子 那我们就来谈 比较好玩的 现在侯友宜跟整个 所谓的柯文哲 他们的民调 陷入了所谓的恐怖麻花 所以就是不高 不低 不上 不下 不左 不右 不三 不四 简单的说 两个都第二 那两个都第二 现在对于整个 侯友宜跟朱立伦 现在就陷入了一个 恐怖的一个迷思 这个恐怖的迷思就是单打我一定输 那所以现在就要蓝白河 那蓝白河现在变成了所谓的蓝白托 但对于我们而言的话 我们有去研究过去的历史 我们去研究过去的一个战略 我们晓得 其实这件事情呢 大家都急 目前分成主战派跟组合派 金杰哥很简单 他就是组合派 为什么呢 当地民众党没堆人 可是宽哥我跟你讲 你讲这些都没有用 因为他们是已经破局了 没有没有 这个简单的说 这个不是破局哦 你看陈文茜 连陈文茜都直接发文 说金普冲会提出这个 所谓的民主初选的方式 就是来乱的啦 就是来乱的 就是来乱 你知道你国民党里面 陈文茜跟金普冲 都算是某种程度 陈文茜这里是跟 赵康那边战斗兰 他是没有明白的 可是我说这个事情 就是已经破 我们今天讲了再多 你要怎么合作 你已经撕破脸到这个地步 是很难合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用蓝白河 蓝白河用婚姻来比喻 但是这个婚姻呢 两个人要结合 应该是很愉悦很开心的 要两个人一起去送 喜帖的那种喜悦 但是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 我们只看到说 不管是男方或女方 跟这个到处在抱怨 那一旦合了之后呢 未来还要阻隔 所以会不会说蓝白今天合了 你们也打赢了总统大选 但是之后呢 要阻隔会不会又再一次的 造成我们台湾里面的内乱呢 我觉得大家看他们吵 真的会吵到很讨厌 其实我补充一下啦 其实现在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 为什么蓝白之间都不愿意退 就是就算他们两个合 他们也认为不会赢 既然不会赢 两个合不会赢吗 就算两个合也不会赢 因为两个合也不会赢 所以寸土不让 寸土不让的情况之下 形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 那恐怖平衡这要分成三步 第一个总统怎么选 区域立委怎么选 部分区怎么选 这个时候最恐怖的事情出来了 为什么呢 我们一直谈这次整个侯友宜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对象 我们没有看过总统 是两袖清风的总统 什么叫两袖清风 他只要负责选总统 区域立委不关他的事 然后部分区立委还是不关他的事 所以这时候结婚谁结婚 侯友宜跟柯文哲结婚吗 不是耶 柯文哲也可以选择 我不要我们就整个总统 这边我们不聊嘛 那我们立委跟部分区我们来聊 这个时候娶妻变成朱立伦 可是朱立伦也说不行啊 朱立伦也说 你如果总统没有合作的话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 我刚刚跟金杰哥说 我觉得国民党是百年的政党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相当的懦弱 我觉得他们要胜选 居然是靠这种不劳而获的方式 只是想要用南白河 你们难道都没有想过说 这些民调 我看最近的民调 每一个人跟这个赖清德 只差11% 12%吗 其实最多也才差15% 每一个县市拉1%起来 你们百年政党做不到吗 而且他们有14个县市长 当然我也听到很多记者朋友 或是一些媒体朋友的建议说 这个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话 最后充斥关头 应该要多露面啊 信心喊话 旗正士气啊 吹票 我说对 我作为政治幕僚 我过去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但郭董就不是一个传统政治人物 柯文这礼拜五就说 他觉得郭台铭也可以纳入 他是想让这个整个情形 你也有讲过吗 你郭部长也可以再把 这个郭台铭找回来 那现在有人就开始在说 像宽哥刚刚在上一个小时也说 郭台铭最近都没有出现 我知道好像听到消息 你们现在已经破了50万 然后你可能到最后10月底 你们是那天要去 11月2号最后期 就是要去送件之前 他都不会出现 对不对 有这么个说法吗 为什么 最近郭董当然都比较少公开行程 很多记者都在问 郭董为什么神赢啊 我都很坦白跟大家解释 在郭董这一段期 他就在盘点各地站点的 连署出物流的回送跟保房 那可以告诉我们大概多少份了吗 这个等到我们送件就知道了 有到100吗 这个第一次其实并不是今天这一次 其实在9月14号宣布赖佩霞 到9月20号我们连署第一天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 那一段期间 郭董也是神赢了好几天 那时候记者朋友应该有印象 那我也坦白跟记者都解释了 郭董每一天早会的时候 就在电子白板上 盘点各个站点 开张的进度 签约的物资 人力什么的 一项一项列 然后叫人上来报告 进度到哪里 他就真的是很全神贯注 而且做很细的人 当然我也听到很多记者朋友 或是一些媒体朋友的建议说 这个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话 最后冲刺关头 应该要多露面啊 信心喊话 旗盛士气啊 吹票 我说对 我作为政治幕僚 我过去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但郭董就不是一个传统政治人物 他在联署开张前那几天 他就真的是闭门 然后盘点 因为他把每个环局都要做到最完美 那现在准备要收尾了 他也同样的在全神贯注 他就是一个很一根筋的人 有没有说富士康被查税的部分 传出来有媒体说 他可能有点异性阑珊 可能会退 有吗 完全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他这次就是在 他早上会议就在盘点 联署的回送进度 然后下午呢 通常都会跟一些政策组的同仁 或是学者专家开会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郭台铭的脸书 是持续不断在发表 重大国家政策的 那甚至可能比国民党版本 更加的完整 然后呢 他还有一些不公开的 私人行程拜会 然后郭董跟柯主席之间呢 其实也持续密切的在联系 那当然我会知道说 可能国民党这边 会有一点焦虑 就说 这个柯主席跟我们国民党 好像要破局了 结果柯主席在那边 郭董在那边谈 万一郭柯谈成了 那我们家猴猴怎么办 那我也说 不知道 但是你要问你们家 朱主席该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结婚之前 大家都是可以选择啦 但是我现在要讲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我个人至少我觉得是严重 因为你知道吗 在之前包括了 赵天龄的事情 然后郑文燦的事情 包括了富士康的事情 我们都说中国会不会戒选之外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 他现在有一个蛮大的危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理解到 就是我讲到的 被曝光出来的 这个所谓不分区的名单当中 不分区的名单当中 当然有一些像是朱立伦的 这个岳父高于仁有进去的 那民众党是有否认 可是对于这个 就是我们说徐春英的部分 他并没有否认 而且柯文哲还教训了一下大家 徐春英是谁 徐春英他现在 他当然是之前的中国籍人士 然后嫁到台湾来 他现在也算是我们台湾的媳妇 就是说我们把他当作是台湾的民众 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他们入籍 那也没有问题了 入籍了 可是问题是他之前 他在中国的时候 他是当过中国的 所谓的高干级的人士 高干级的人士 而且他当过官员 他后来呢 大家就讲说 因为你有去参访 我觉得参访的都不是问题 参访是没有问题 因为他说大学 他后来自己发声明说 他也认了 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商业局工作 从工会干部 一直做到人事科的科长 有企业的车子接送 他说他的声明里说 不是你们大家讲的 因为像汪浩那一说 1993年之前 你有车子接送 专车接送 你一定是重要的 所谓的 你看看中国干部 这个是汪浩讲的 国安部门的人员 中国的干部 但是呢 他说没有啦 我就是在这个商业局工作 那商业局工作 也是一个官员 不是吗 金杰 你要不要评论一下 这个不是你们国民党 但你们这个事情 之前是国民党提名过 有提名过他吗 当什么不分区吗 对 之前国民党提名过 名单很后面 我们之前 名单很后面 他现在是比较安全名单里面 对 现在在民众党排前面 这个之前在国民党的不分区 排很后面 所以靖州看的报导 就说你民众党 要来挖我国民党的脚 但是你看 柯文哲他没有否认以后 他还教训了大家一下说 我有一百万的路配 我有一个代言人 有什么不对 我们国民党之前 就已经有啦 对 之前在这个朱立伦这内 在这个2016年 他选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他当党主席 就有一个我们不分区的 那个外籍的 对 发言人 对对对 有一个我们已经 但是你讲的 那个是林立禅 还是谁 林立禅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他 我知道 因为他之前在中国 有这么一个 他已经承认了 有在这个商业司里面上班 当到人事科的科长 我这里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人留言 在我的脸书 他说什么 他说我在大陆工作了 二三十年 各级的人事局 中国只要共产党员 才能够当官 人事档案的这个里面 连科员都要共产党员 而且要又红又专 又有背景的高干子弟 徐春英明显说谎 因为徐春英的声明说 我没有入 我没有入共产党 对那这个是说谎 你确定他 先跟各位谈论一下 我们一直一折一折 他说他没有共产党 徐春英他只要在中国当官 先说中国叫做党政双直 必须先是共产党员 你才能够当公务人员 所以共产党八千八百万人 全国的公务人员有七千万人 这个是先觉得一个要件 但柯文哲的推算是这么推算 第一个 全国目前总共的中国籍的配偶 总共有三十七万人 这三十七万人呢 每个人都有老公 所以这个加起来有超过七十万票 所以把它放进去 他认为这是重要的一项 他认为是重要的一项 这是柯文哲的沙盘推演 可是这不就是女匪干吗 可是现在我们大家的担心就是 现在好 我们现在回归到刚才所说的 中国其实到现在 去打所谓的一个郭台铭 去打到所谓的郑文燦 去打到所谓的高雄市的一个立委 现在呢就是简单他戒选 戒选之后他有一个 整个所谓的中国共产党选的人 只剩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是谁 这两个人是谁哦 呼之欲出哦 先说呼之欲出 你说共产党选的两个人什么意思 就很简单嘛 后面不是侯友宜就是柯文哲 郭台铭safe 郭台铭都已经被点名了 郭台铭绝对不是 不是中国代言人 他被中国打压 郭台铭都已经产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在整个工业复联 跌下来那个市值超过台币2000亿 好我们先把郭台铭放到一边 所以就现在来看 就现在来看 整个共产党 他心中有一个新选之人 简单的说 这个就是现在过去大家在讲的 那后面的金主 后面的妈祖母 在爱爱什么人 所以呢这个徐春英非常重要 但现在呢 这个产生的非常大的一个 所谓的争议 但这一局呢 柯文哲又赢了 为什么 柯文哲很简单啊 柯文哲是不管好议题 坏议题 只要有人在讨论他就赢啊 所以呢讨论到徐春英 他也赢 讨论到南白河他也赢 他现在就是空手套白狼 跟过去12年来的方法 一模一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 讲到赢得声量而已 因为我自己 我的朋友 在国外留学的回来 他一早就打给我 他说 嘿我跟你讲啊 这个民众党要把这个人 列入不分区 他到时候就直接进去直通车 他不用经过选举的节奏 就进去当立委 到时候他又进到了国防委员会 又跟马文君一样 哇这样不得了 我说可是 在台湾来讲 因为如果你民众党的票 有到那个地步 他要提谁当不分区 那是他的权利嘛 那他要提他 那我今天只在意的是说 你干嘛 克文只要去提一个 他很明显的 应该就是他有 在中国做过工作嘛 那你可以说 他是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高干 也不过分啊 1993年就有 所谓的专车接送 他自己发声明也认了 所以克文觉得无所谓 他就是投袭下去 我就是要让他进立法院 那我觉得这超可怕的 我个人是对这个非常焦点 我觉得说我欢迎你 嫁到台湾来 我帮你当我们台湾人 可是 我觉得你要进立法院 我觉得不必吧 你怎么看 我想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 没有一天是停止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克文则像这样子这么 国家意识这么薄弱的人 还要选总统 我觉得这台湾的灾难 是没有错啊 而且他有讲一句说 他说你为什么要敌我分明 不是 我顿时觉得为什么不要比我分明 这又更离谱了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克文哲在台湾的国庆 打哈欠 包括到鱼市场 就是我们市政的剪彩 他可以在那边翘脚 然后坐得歪歪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到中国面对副市长 他的板凳只敢做三分之一 做得直挺挺的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就是很明显 中国代言人 中国的小弟 他要去中国做报告 所以我们今天不难看得出 他为什么会帮这个 中国的这些 这个高知识分子来表示说 他有权利选台湾的立委 你们当时 这样子只要是陆佩 国民党那时候 有把他列定不分区吗 没有 他没有 没有 他没有嘛 但是这样子 还不至于 柯文哲的两岸路线 长期来都是两岸一家亲 两岸一家亲 跟我们侯友宇讲出来 两岸一家人是不谋而合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 他用的这一招选棋 是很正确的 因为他必须把台湾的 新著名的这一块的票 全部纳进到 他的不分区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操作来讲 是很正确的 而且柯文哲曾经讲过 那台商这么做在大陆 民进党老是说他是敌人 台商全部这样回来 台商不是敌人 可是我要讲的是 针对徐春英他之前 他在中国 他本身就是一个 类似高干的这种味道的 你不晓得他有没有其他的关系会怎么样 他是要进到立法院的 当然就跟林立产一样嘛 都是中国的这个陆配 都是新娘新度人 那林立产在中国是高干吗 是没有错啦 是没有 但是他可能就已经驾到台湾来了 那可能他之前有担任过这样的职务 那不代表就是说 柯文哲的想法我在想就是说 他要进到立法院 因为他之前在中国大陆 没有驾到台湾来之前 担过任何的职务 他不管但是他驾到台湾来 就是台湾的老婆了嘛 那我今天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还是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我觉得你 柯文哲的想法大概是这样 他才很大胆的 把他放到他的部分区名单里面 那如果我真的我自己都会中逗 我自己都只能跟我朋友说 那你怎么办 你只能说不要去投给 柯文哲的民众党 如果在整个部分区的审查 如果能够通过 我们也是必须要 要给他放到部分区名单呢 说实在柯文哲有这个权利去放啊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除非你让他的那个部分区的票 不要到那么高嘛 而且他议题已经制造出来了 所以说民众要不要投 民众来做检验嘛 我认为他的这个陆配的身份 跟这个他到底是不是中共的官员 这件事情当然是必须要给大众讨论的 那同样的 柯文哲或者是民众党 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他成功把议题吵起来 但是有没有负面的质疑 去影响到民众党的政党票 实际上的表现 这个也是柯文哲必须要承担啊 你可把票就给别人啊 我觉得这其实是在 柯文哲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在意说 这个委员名单上 你对他有疑虑 所以你因此政党票 不愿意给民众党 Find 但是民众党要的就是 我这一块是不是能够代表 陆配这个主群 或者说我能不能表示 对于对岸的善意 因为他其实 他过去在台北市长任天 他讲两爱一家亲 可是如果他要成为一个 总统的候选人 老共对他说 你要说更多一点 你要嘛就是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 要嘛都是说 我们同属一个中国 你如果真的很不喜欢中国 那至少你要九二共事 可是九二共事 柯文哲又讲不出口 所以呢 就是柯文哲也想要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表达方式 说 我们大家可以和平共处 真正两爱一家亲 那如果老共能够接受 那这边他也觉得OK 那这个就是选民自己要去判断 我觉得表态是非常明显的 他这个表态是 对中国的表态是非常明显 但我们进广告回来 要告诉大家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次 台湾的选举 在我的新闻工作当中 看到这一次中国的介入 有这么的明显 而且到激动到 召集到地步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要来看到这一次 为什么中国感觉起来 对于台湾的选举 已经不响眼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觉得 国民党也一样很着急 就是说过去 这个民进党已经执政八年 如果这一次 他们没有再拿下来 可能是another八年 他可能觉得说 我不行了 我这一次 我看到这么多人 可能如果蓝白河有机会 我就可以拿下来 到时候反正六千个位置 大家分一分 可是我要看的是 中国的动作很奇怪 你看像我注意到 我们说这个徐春英 他在这里面 他去看的是 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委员会 叫做民革 民革是中华民国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排名第一的民主党派 他们在共产党之外 有所谓的民主党派 八大党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赵天宁的小三张晴 这是被邱毅爆料出来说 他有参加民盟 民盟又是什么 就是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 他是排名第二的民主党派 就是不要讲什么民主党派 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党派 那我就觉得奇怪了 然后我又觉得奇怪了 大家知道赵天宁的事情 爆发之后 三个小时就是郑文燦 这些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你当过很多幕僚 师兄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我真的想说 你说这个要讲说是因为 进周刊或什么周刊 什么媒体的内容 还是说地方政党的 国民党或其他人的操作 我都觉得没有带可能 首先我必须要帮国民党澄清 这绝对不是国民党的操作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大概没有这个能力 拿到这些资料 第二个就是赵天宁这件事情 其实在地方上已经传很久 对 资料卖断时间了 只是说就是大家一直没有把 具体的照片或影片拿出来 但是传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 传的时候已经传很久了 传的时候再传报价 就传报价 就说这批有一批机密资料 多少钱谁愿意买 其实一直跟赵天宁的绯闻有关 没有 传南部的立委没有传谁 对 我们大概知道是谁 我们大概知道是谁 我们大概都知道其实是赵天宁 但是就是没有人手上有 那一个具体的照片 那可能这一次 我先说我还是不知道 最多这个源头是谁爆出来的 总之就是有人把这个东西 放给了周刊 而且你可以看那些照片 很多都是女方的自拍照 而且拍的非常的清楚 那所以是那个女生卖的吗 但我认为不是那个女生 女生据传双方谈判破裂 他把资料给了某个人流出来 拿了一把钱 有没有拿钱不知道 但是流出去的这笔资料 在南部已经都在 有绕一圈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 不是女方直接给媒体 因为之前前几天 我忘记是谁爆料 他就说什么是 因为女方跟赵天宁感情破裂 谈不拢 所以女方愤而报复 把她的这个照片 泄露给媒体 这是错的 因为第一时间爆出来那一个 其实对女方的身份描述是错误的 如果今天是女方 直接给媒体爆料 那不会犯这个错误 他描述错误 错误什么 这个细节就不追究 但总之身份上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后来是 这个女方 她可能把这一批 她自己的这些自拍照 可能给了另外一个第三人 第三人可能辗转兜了一圈 最后流落到媒体的手上 所以媒体才爆出来 而且媒体第一时间爆那个版本 是这一个辗转的第三人 给的一些有瑕疵的资讯 可能中间口语传递有误 后来在第二时间上 媒体才更正 其实这个张晴 她的身份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必须先确定说 第一个 她是第三方报给周刊的 第二个 张晴来台湾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因为她太像是被渗透的模式 被渗透的模式 因为之前赵天宁 她都在其他的委员会 一直到认识了这个张晴 这个中国的女子 后来她才转到外交国防委员会 但是她说外交国防委员会 她是2019年的2月去的 她是2019年的2月去的 那张晴这个女子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至少知道这个来台湾 是2018年的6月 然后呢 赵天宁又说 我的跟她的这个交往 跟国防委员会没有关系 那也就是她2018年6月来了以后 然后就跟她分手了吗 这个逻辑就很奇怪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邱毅讲的是真的吗 邱毅讲说她在那个 华豪夜总会 然后又说加入民盟 这个都没有办法证实啊 我们先来谈一件事情 第一个 赵天宁委员犯了一个 非常不该犯的错 但现在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这个女生当初 为什么两个人会狗狗笛 这么久的时间 据传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的时间 高达10年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因为她所在的地方是穷乡僻壤 并不符合所谓的 所谓的两岸沟通的一个模式 所以后来马英九总统 有开放了一个所谓的医美模式 她是用医美模式 所以是赵天宁委员的助理 帮她做担保 她来的 可是因为她 因为她是涉及在江西 对 但是她并不是住在穷乡僻壤 如果按照邱毅的说法 她是在江苏昆山的夜总会里上班 对 她是在一家 因为她 中国他们在夜总会上班 必须有三种执照 ABC级 他们有服务员的执照 有所谓的一个招待的一个执照 有所谓的经理的一个执照 那她目前具有哪种执照 是不知道 但是正常来说 辛苦人家的小姐 除非是不得已 他们一般能不登记就不登记 但张小姐她有登记 那张小姐呢 过去她很甜美 我们不得不说 她真的是长得非常的甜美 但现在呢 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错之后呢 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赵天宁委员呢 第一个为了这件事情 她整个南部的高雄的委员 她要弃选这第一件事 第二个 目前呢 来说的话 新的整个黄结也递上来了 她目前要来做整个后续的一个竞选 但现在这中间发生什么事呢 要做立案 那立案呢 目前整个国家会介入调查 但这当中有太多的一个连接点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大员 到中国大陆去做了一个宣导 宣导完之后 居然还有一个女生 会跟着她回来 两个人还一起到日本 去做整个所谓的拍照游览 然后目前我们包括了民进党 包括了国安单位 全部都不知道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点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事情 最伤害最大 我的看法啦 伤害最大的就是 她有这个绯闻嘛 就是有外遇嘛 那去掉了 大家全台湾的人都知道 你有这个外遇之后 我是想知道 你们到底在台湾见几次 在日本见几次 在中国见几次 那个时间点 到底有没有牵涉到 国防外交委员会 那在礼拜五的时候被挖出来 她去了日本这么多次 可是为什么赵天霖 你自己不说清楚呢 她为什么不说呢 你说清楚的话 不要让大家揣测 不要让邱毅出来讲 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个女的是不是真的在夜总会 或真的有没有统战组织啊 因为赵天霖应该更清楚啊 金杰你怎么看 她很奇怪啊 我觉得你就已经 大家都知道 你出了这个包 而且她不选了 你都不选了 你就讲了 对不起我什么时候认识她 她就是一个酒店妹 她根本不是什么情报 到底还是她都被骗 她都不讲 按照民进党的惯例 她不应当这么快就退选 民进党的这个肥油案很多啊 现在在 金杰哥 没有啊 其实赖清德的做法 七个都是快刀斩乱 非常快速处理 我是说按照现有的 在地法院的也还有啦 还有啦 还有未爆弹吗 不是 我说之前的啦 之前所留下来 你们都没有辞职的也有啊 民众对于匪文案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标准不一样 国民党只要三者道 差不多都get over了 但是民进党 are you sure 是啊 有没有说电脑 你不说电脑 金杰哥有没有说电脑 民进党的还有啊 你们两个要稍微抢一下 要抢一下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 我觉得从来没有人 被拍到那么多直接亲吻的照片啦 一百多张耶 因为可能是传言传言 就不确定没有证据或什么的 我还是要这样子讲啦 那这个照片 刚刚世修讲的 不是从我们国民党流出来 我们国民党也拿不到 这么机密的包含正文看的资料 再来中国 我们再回来谈到中国 你们找一个马文君 在那边指挥 在那边拼命打电话 拼命抄很low end 两岸 这个就是克文哲的两岸一家亲啦 他们民进党不得也不承认 两岸一家亲 那我绝对这样 中国有点急啊 我今天有跟一些 你也觉得很急对不对 中国包含 我要替我们台商 土城的台商讲话 你说 土城的台商就是鸿海嘛 郭台铭嘛 我觉得此时此刻 选举已经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 不应该此时此刻中国出手 再查富士康的账 这很明显的叫做政治操作 即使你要帮国民党 这个会得到适得其反 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 你如果被马文金 如果说被中国 介入这样一个选举的操作模式 再加上民进党打马文金的泄漏案 泄漏我们的国防外交机密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血上加霜 我们在这边要呼吁 如果中国你要帮忙我们 你就不要再这样四年前一样 民进党四年前他们捡到枪 缓重冲事件让我们一败涂地 现在如果想要帮国民党的忙 想要让我们能够赢一次 这一次你就静观其变 不要再出手了 你打压富士康 这对我们国民党来看 所以说他们现在急着出手 想要救国民党 想要让柯文哲跟国民党合起来合体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点急 这些可能也是中国那边放出来的消息 说不定啊 所以说现在找不出到底是谁放出来的 我们很合理的怀疑 就是说中国现在已经介入了 这一次的一个选举 我倒是觉得就是说 能不能一次你不要管太多 让我们好好的 因为中国不知道我们台湾民主的一个选举的方式 他们从来没有投过票 金杰哥我跟你说明一下 其实这件事情是国台犯处理的 国台犯他们中央给的资源 上次刘洁一已经把人头给拿出去了 这次宋涛一定会拼到底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你来说就算 现在重点是国台犯他的压力 比整个台湾的压力还更大 这些影片这些操作都是国台犯吗 我认为后面有一个提供资料的人 这个提供资料的人很厉害 他可以在打完了整个富士康之后 短短的不到36个小时 他又把一件又一件的资料同时供出来 一波一波一波 但是广告之后回来我在讲说 其实也有一个论述 就是说他这个动作 也是在恫吓其他 可能有证据在中国手里的人 因为我常常觉得 台湾现在政治人物 你这样看真的很不知道 你真的爆开来 你像赵天龄 大家谁会想到 爆开来会如何 那我现在在讲的是 邱毅他是不是开始在暗示 柯文哲也有什么把柄 在中国手上吗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晴看世界 我们来看到在这个事件当中 中国他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看起来他也不想演了 那不想演的过程当中 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谁的把柄如果被抓到的话 他就警告你 你看我这个照片 我真的不认为 他们是现在才拿到的 他应该拿到一段时间 他就等到你现在要选举 我也不认为他是针对赵天龄而已 他一定是针对民进党的选情 因为赵天龄他是勇言会的 然后郑文灿他又是新潮流的 那我现在为什么讲到说 跟柯文哲有什么相关联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柯文哲曾经去过中国大陆 我现在先讲 我不是说柯文哲去中国大陆 有跟那里有什么样 一个不好的照片什么 不是 你只要有到夜总会或什么的 你只要有那种 阴阴厌厌的人在旁边 人家请你吃饭 你是不是就坐在那里 如果拍到那个照片 形象就不太好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邱毅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去讲了很多有关于 赵天龄的小三的资料 那当然有个因素 是因为邱毅跟这个赵天龄 以前赵天龄选举的时候 就少年之姿赢了邱毅嘛 邱毅可能心里也不高兴 但是这个是邱毅之前讲的 他就说这个当时柯文哲 因为卖夜客膜的部分 2004年到2008年 到中国16次 2006前起跟这个美敦利密切互动 2013年又进出中国两次 加起来就是吕秀莲所说的18次 所以我现在讲说去几次是一件事情 那当时的确是推销夜客模式有去中国 那当然对于这个部分 当然又扯到后来 我们知道葛特曼屠杀的这个作者 葛特曼不是说 诶 柯文哲说谎什么的 柯文哲很生气来去告他 为什么柯文哲在礼拜五的时候 他记者会说 我们这个联合内阁都可以合作 但是除了民进党的新潮流 因为他只觉得是新潮流弄他嘛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不知道柯文哲在中国有没有可能被拍到什么照片 如果有 我在想说 什么时候会丢出来 人家想说 怎么会丢出来 我要等到你当上总统以后 我再来威胁你 但我不知道柯文哲会不会选上总统 但感觉就很可怕 金杰大哥 你说你在中国的经历 他们是很容易紧迫盯人的 对不对 当然啦 我这个去台弹班 我7月11号去那边念书 念要四天嘛 最后一天他们就来找我了 其实他们都知道我们入境了 你说他们是指 就指国台办 他们国台办 他就来约我了 那我讲就是说 当然他们 我也当过国民党的中常委 他很清楚 什么人进到大陆 他们都很清楚 然后约去哪里 吃个饭而已啦 简单吃个饭 因为我也不喝酒 我也不会喝酒嘛 那不该去的场所我也不会去 所以说他们是紧迫盯人的 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政治的发展 其实他们辽若指掌 他们辽若指掌 所以说我们的政治人物 去到中国 因为之前我当过 这个卢嘉诚办公室的 这个主任 那我们去山西运城拜拜 拜官圣帝君 他一到飞机 我们一降落他们 马上就在这个机场的 这个空桥的门口 所以那时候嘉诚 我也有带你去就对 我们去拜拜 我们去拜拜 我们是请神明去 因为神明没办法坐飞机 我们都请他们 因为坐东方航空 那必须要请他们的同意 那个神尊要上那个 因为他们那边是不能带神尊的 还特别的要请他们批准 他们是全程陪我们 去到南美都跟我们聊很多 所以说他对于我们台湾的 整个政治的整个脉动 其实他们都息息相关 所以说这次的选举 我觉得他们是过度紧张 因为他很怕 长期以来的这个民调 他们一直在问就是说 看到这个国民党的民调一直起不来 那柯文哲跟我们又是又在马花卷 赖金党是一只独秀 他们真的都很紧张啊 所以说这个昨天啊 这个台湾班 我们大陆的这些同学固然 我们也跟他做短暂 他又说那么国民党怎么不争气呢 赶快起来吧赶快起来 他一直觉得就是说 他们对国民党还是有期待的 那一直觉得说国民党 可以跟他们好好坐下来谈一谈 那民进党完全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嘛 所以说这一次中国是真的是挤了 他们想要就是说 要嘛你赶快跟柯文哲合起来 因为柯文哲跟我们的两岸路线 比较能够有接近啊 那民进党跟我们的两岸路线 完全是南辕北辰嘛 所以说中国这一次的这一个 看待台湾的选举 他们是慌的了 其实你知道像赵天龄他之前 因为他2014年的时候 就是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 他2015年的时候 也是在那个时候是一个破冰耶 但是他是用海基会董事的身份 就到了中国大陆去 然后呢他也在陕西就见到了陈德明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到底现在有多少人 是不是被中国锁定 然后就在试探的跟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不管是金钱 不管是女生 你最后的话万一有上钩的 他就可以把这个资料留下来 但是现在大家开始在暗示 有关于柯文哲到中国去的 可能的这个发展的部分 宜君你怎么看 我想柯文哲跟中国的关系 不难看得出来 过去我们要他不要 只要这个共军不断的绕台 绕台就不能去双城论坛 也不能编这样子的预算 但是柯文哲显然没有把议会的决议 当作是一回事 他不管怎样 他就是要去双城论坛 不管怎样 他就是要去交流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推不分区推陆配 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错 以他的逻辑来讲 问题是我们台湾有各行各业的人 他为什么不推这些各行各业的精英 当不分区的代表呢 为什么他心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配呢 所以我们认为说他的背后 是应该是有中国交代他 必须要在台湾立法院拿下这一席 所以说我刚跟金杰哥说 如果你们蓝白盒 我相信陆配当民众党的不分区 对你们来说应该有相当大的影响 不只是这个国家的选总统的观感 或者是这个区域的立委 你们怎么样能够跟柯文哲 到底能够怎么样 其实国民党也算是百年的政党 为什么要被柯文哲拖下水呢 我就觉得相当的奇怪 其实我还是强调 这个陆配没有错 你可以提陆配当不分区 但你要挑他不能够 有过去当过中国的高干或者什么 因为这种他的关系 你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他的友人 或者他的家人是怎么样 那你看马文君这个部分呢 现在大家也在讲 马文君他很奇怪 他一下子又很强硬 然后后来呢 他这一次 就他本来说要冻结 第二等于阶段的这个浅见的部分 然后他也等于是 星期四他中途离场 没有冻结了 可是你知道呢 今天在礼拜五的时候 在立法院 然后那个邱国正啊 跟费洪太又吵得不行 这个事情其实在台湾 就会变成是一个问题啊 叙修怎么看 其实当然每届选举啊 大概都有类似这些议题啊 然后大家就很担心说 中共是不是又要介入台湾的选举 之类的啊 不管从2016年那一届 2020这一届啊 还有2020这一届啊 很多这样揣测 但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子啦 我觉得就像钟摆一样 2020年的那一场 是摆荡到抗中的极致 就那时候蔡英文总统 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喊抗中保台 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因为当时那个张善政 帮韩国瑜组了国政顾问团 那我那个时候也加入国政顾问团 所以我们那时候写了很多的 政策牌语书 但对不起 没有人要看政策 那一年的整场选举 没有人要看证监政策 只有一句话 抗中保台 所有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都可以起党 我觉得那个其实是有种 不太正常的情况 但是从到2021年 2022年 尤其那时候佩洛西来台湾 然后真的是两岸兵胸占尾 台湾社会的选民 他们开始发出一个声音说 糟糕真的要打起来了 所以后来你看赖清德 接了民进党的党主席 然后当了民进党的 总统参选人的时候 他开始要修补这个关系 他说我是稳健的 我不会单方面片片宣布台独 我不在抗中保台 我是和平保台 所以我认为民进党 其实他也察觉到了 过度炒作抗中议题 会适得其反 可是现在就是有很尴尬的 包括像之前马文君的案子 跟现在这个赵天宁的案子 等等等等 大家可能再加上柯文哲的分区名单 民进党现在据我所知 在有分好几派的意见 有一派是觉得说 既然我们赖主席 赖总统参选人 要持续这和平保台路线 不要再去强调抗中 不要去强调台独 去挑起那个敏感 那我们就照这个路线 稳健的走 到最后就可以胜选 对 另外一派就觉得说 难得有这个议题啊 我们就要再炒作一波 唤醒我们选民的热血跟激愤 选举就好像有气势吧 所以据我所知 民进党的很多朋友 他们现在在两种意见中挣扎 到底我们的选举要打哪块 总统比如说 这个赖清德的部分 他要怎么走 以及下面的这些立委 还有旁边那些议员 辅选的 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其实我目前知道 民进党的意见是分歧的 我帮世秀兄稍微补充一下 其实民进党当中 也有一些小小的忧虑 发生什么事呢 就现在来看的话 第一个赖清德赖副总统 现在来到了高点之后 最近其实不管是马文君事件 不管是在中共的一个打压 等等的 正常来说的话 整个所谓的民调 应该是持续要往上的 但最近出现了 所谓的顿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最近以赖副总统的一个 整个选举的一个支持度的话 我们去看各家的一个民调 他是慢慢的缓步衰退 那缓步衰退呢 就我们在做研究的单位 或者是做过去来说的话 简单的说 选民麻痹了 选民麻痹了 那选民麻痹呢 如果还在旧的议题 还在持续滚的过程当中呢 他的整个状况 会慢慢的往下走 所以这次很多人在看的 就是说 总目前来看大事的话呢 目前赖清德总统 当然还是领先 但现在这一次的选举 他的投票率不会高 好 另外一点 这是现在呢 对于整个国民 对于民进党来说呢 现在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国防外交委员会 产生了国安危机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国安危机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八个人里面 有五个 目前只留了林静怡 王定宇跟罗志正 要拼所谓的连任 这三个人都算强哦 蔡世应 赵天霖 何志伟不选 刘世芳他退选了 他说他年纪大 林昌左因为家庭 他家庭有问题 对 那目前来看国民党呢 国民党马文君 目前跟江启成 这个两个还是超强 对 廖宛如不选 陈雨昕目前跟整个 王定宇在做整个对定 听说两个人的民调 天差地别 所以王定宇还呈现领先 吴思怀是不分区 所以目前来看 未来会改杀换代 不分区他应该没有 他接下来就没有了 不行不行 不分区他只有一戒 只有一戒 正常来说都这样 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呢 对于赖清德副总统来说的话 赖清德副总统来说 他要选总统的候选人 现在第一个 民调有点顿话 再来 他如何能够带着小鸡 一个一个往前走 这是另外一关 但现在对于整个蓝营来说的话 蓝营现在呢 当然像金杰大哥 这个还在领先组 往前冲 这个没大问题 但很多呢 分票 蓝白河现在炒成一堆 单单整个新竹 新竹 整个所谓的台中市长 可以去帮整个台中的 蔡壁如来站台 其他的地方 一国两制乱来乱去 现在其实对整个蓝营来说 乱成一团啊 那边讲一下 那个金杰你怎么看 就是说今天刚好就是 侯友宜也找了韩国瑜嘛 韩国瑜的这个角色 那韩国瑜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柯文哲要找 韩国瑜来跟他配 所以现在是大家在抢他吗 可是有人就说 柯文哲你以前就说 韩国瑜读书不够 只能够当北农总经理 你现在要找人家当副总 这个没有经过证实啦 王潜秋说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韩国瑜 他自己也有讲 不可能的事情 他没有啦 他没有要重新 参与最次的一个 总统的大选 而且在这一个 我们新北的这一个造势活动 我就站在他的旁边 那他有讲 10月14号晚上 我站在他的旁边 他说请各位 我们的韩粉好朋友 你对我的爱 直接转嫁给侯友宜 他讲得很清楚嘛 所以说他现在 要做贪口 他要把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 韩粉的一个力量 全部移转到 侯友宜的一个身上啦 所以说他现在 要全台湾开始助选 就是说这次韩国瑜 绝对不会就是说 跑去当柯文哲的副总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 炒声量而已啦 炒声量 好我们进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来世兄 郭台铭跟赖佩霞的总统联署 已经到了尾声 我们可以稳稳定定的高标通过 所以参选这个没有问题 登记这个也没有问题 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 所以敬请期待 哇高标哦 宜君 我想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 可以说是这个认知战 相当的严重 所以呼吁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当你看到讯息的时候 要记得要能够明辨是非 勇敢投票 好 金姐 神仙不要再吵架了 我们小鸡很焦虑了 那这个国家利益带于政党利益 政党利益带于个人利益 所以说请你们这些神仙 不要再吵了 让我们小鸡能够安稳一点 好 来 最后跟各位说 其实现在已经10月底了 距离整个11月20号 包括了总统副总统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亚晴 欢迎收看亚晴看世界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